欢迎您回到新闻现场 香港在上个月7月23、24号10号封球期间 中石化公司有6个货柜多达150吨的巨饼锡 倾倒在香港海域 引发香港生态大灾难 环保团体和政党 星期天强烈谴责中石化和港府 隐瞒香港海域受到污染的真相 并且发起全港清理毒物 拯救海洋的行动 61颗独焦粒散落在海港近两个星期 中石化和香港政府继续隐瞒及推卸责任 令全程愤怒 香港多个团体星期天发起全民清焦运动 自发到香港长州南亚岛等多个海域清理毒物 或数百市民响应 由环保团体担忧 聚变息长流香港海域会酿成生态灾难 现在都数以亿计的胶粒就冲了下海 冲了下海之后有些冲了去的泳滩 如果逗留在海里面的胶粒 其实会对海洋生态造成很负面的影响 如果鱼类吃了之后 可能卡住在消化系统那里 如果呼吸的时候卡住在塞那里 可能会造成鱼类的死亡 公民党批评港府和中石化隐瞞事件 连香港日益大陆化 虽然天气炎热 但不少市民一家大小自发参与 共同拯救海洋 我相信我想我小朋友都尽他的公民责任 也都是教导他应该要怎么样去外护自己的环境 大家觉得政府做得不够的 所以就自白性去帮手 据之 大批白色的巨饼西郊粒 已飘散到全港11个海滩 打捞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新团记者梁珍 郑立军香港报道 大批白色的巨饼